然后我们可能明天还有一堂课 然后苦乐专闻倒用讲完 完了以后的话 可能我们这边也是休息几天吧 大概可能十天左右吧 然后再下个休息 完了以后的话 我这边是不知道现在到底讲什么 现在还没有定下来 可能会讲个 好像有一个短短的经文 韩文当中有《父母恩兰报经》 有一个很短的经典 还有《战胜功德经》 是不是简单的 可能因为这些都是我今年疫情期间翻译过的 所以我想也许可能先讲一讲这一两堂课吧 到时候再看看情况 其他都以后再决定吧 这是我这边的事情 然后下面我先念 昨天四四五十诵的后面部分 是我相信 从今都不是说了 你现在应该是否有点 甚至是想送过去 我现在正想送了 我来说 昨天的事 而是想送过来 你走起来 我去原地 我去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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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访问的法定是否一切 亏 禁 phrase 结果要应该再选'. 因此,我们在一 الح 고 같이推ienne良菩薩的这个东西 我们的食物都扩荣了 大家在学习的主观有 prze高顾的流 rollers 不要太了,你不太了,你不太了,我 Dart方了,我 क不太了,我跟我覺得 我說你不太了,我搜刺了我,我再看看你 wanna 我看你的樣子吧,我看你先走了,我 因为他说了名字,或者说的字幕, 媛际伟带 里面,好吧 还没听说这些没听没听说的 不要忘了我 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一波三他一直落气 Jeżeli生以为 发愈过 中国 到了広实呢 永远ructure占了 在美国的为主见的城了 叫建枉思维寺 人们的rospe år建 remembered 工作了 就是 tampon的 就是 body patient 可以看 Formerность Monday 是她偷襲的 手間的 身上人進向 我要 妳之後 celle在 我們 寺 因为我们的 goal 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一步的主持人的 但是很精彩 用到一些的科学 工人用这么多的每一年都去做这些学校的探某 因为一年呢都不是一年在做好事的 做好事的 做好事的 所以我们的一个学校也没有做好事的 做好事的 但那他的学校也没有做好事的 这个十十五十诵是 马明菩萨作造的 然后这个十十五十诵 应该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非常有必要学习 我是今天给大家传的传承 但是具体的 每一个偈颂的内容 只有五十个诵词 这五十个诵词 我想有机会大家学一下 应该非常有意义 光得到一个传承还是不行的 所以你们应该在 坑布坑木面前好好地学一下 现在很多人根本不懂 一直三直实的这种方法 如果这样的话 你学了很多法 但是真正能不能成就呢 很难的 我翻译《如意宝藏》当中 专门有一品 以前是我们部分的 给大家发过 我们坑布坑木们 也是做过辅导 少部分的 现在虽然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但以前我们的上师们 特别重视一知善知识的 那么这一点 信心修习大书当中也有 前行当中也有 但是《诗诗无诗诵》里面 有非常关键的一些教言 这些教言是 以前我也翻译过 宗喀巴大师的诸书 今天我传的是 这是一个颂词的讲解 这样我们下一次 你们也好好地想一想 一知善知识的过程当中 具体是怎么做的 这一点 我觉得非常重要 大家是很好的 但是 因为我会发生了 我们下一次的队面有一个 历导 其实他们在想一样 对我们下一次 的队面有更多人 的 City上的人不在这检子里面有限 同时 全国的 都 not给了 人们的消息都更多了 通纫有多少钱 有人物了 在沙方社会没有造成合憧抗战的国家,在沙方社会发现, 有所谓的流行为在沙方utt进行造成全国的国家的空间, 身在产他的做法都在和国家的亲家的交通交通通诵。 在中文字幕中文字幕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中文字幕中文字幕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中文字幕中文字幕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的处义和论义和摩义分三个方面的话 那么这个论义主要讲苦转为道用和乐转为道用 然后第一个论义当中的苦转为道用 就是思数当中苦转为道用 生义当中苦转为道用 这两个课盘前面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就是乐快乐转为道用 讲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第二就是快乐道用 也可以分为依靠世俗而道用 还有依靠生义而转为道用 就是两个方面 因此前面的这种苦转为道用 很多人都可能应该是有感受 大家都觉得好像在学习过程当中 应该是有疏忽的 如果没有往这些窍诀一直能坚持下来的话 将来得到痛苦时不但不怕 甚至非常欢喜 还有时候我们要祈祷三宝和祈祷鬼神 你没有本事的话 就给我降临痛苦 降临恶缘 降临恶缘 如果有把握的话 我们会这样的 一般来讲 穿这些甚深的法 有时候可能我们容易感受痛苦 那个时候也是诸佛菩萨给你的一种赐语的吸涤 我们苦乐转为道用的痛苦转为道用的时候 如果你产生非常极大的痛苦的话 这是说明诸佛菩萨加持你 给你特意的一种吸涤 应该感到高兴 我现在修法真的是有意义了 然后三宝加持 最近我心里特别痛苦 也可以这么想 当然我们修行也是依靠自己的 以后的话 我们也希望大家真的是融入心 如果发融入心的话 短短地这么一个窍诀 也许你这一生当中 真的是变成一个修行人 我自己这么想 这次可惜我们这个人不太多 不像前几年一样 那么多人有这个闻法的机会 但另一个方面来讲 人少一点也是可以的 只要得到这种法 甚至我们后面的一些音频也好 讲解也好 这些能看到的话 也许可能很多人是真正痛苦转为道用 以后都是在修行路当中 不容易退转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学法确实是很有意义的 不一定时间非常长 不一定是你有特别高大的一些言辞 不一定 看起来可乐道用就是四个字 但实际上你真的 如果特别精进的话 也许是短短的 我们这几堂课当中 也会达到真正的意义 如果你没有精进 没有那么的深入的话 即使过了很多年 也许也不一定有特别大的改变 《法院主理》当中有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人受百岁 戴度不轻 不如一日撤离身心 人如果受一百岁当中 懈怠不清净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些人已经在某个上师身边 得了二十年 三十年 就这个也不一定 要不清净的话 不一定有意义的 可能有些人到最后是邂逅的 你们也说 前几年有些一直上师的 已经上师三年了 到最后的门头 还诽谤 自探罪的话 那这种人 觉得身上说没有什么意义的 如果是精进的话 那么是 这种短短的教言必须是 他就是 只有一段时间 你就非常地鼓励自己的身心 就很认认地去学习的话 也许他的生活也是毫不穷尽的 前辈大德们的有些求法的确也是 时间都并不是很长的 我那天说是恰罗扎瓦 他到印度去 只有几年的时间 但是他回来以后 真正能弘法尼森 真正能得到了法药 然后法弦大师 他去印度也待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的 我们有些人都是已经超过法弦去印度求法的时间 法王如意宝也是一样的 在那里失去 待的时间都不长 《传记》里面讲的 只有六年的时间嘛 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要去求法的话 因为那个时候也可能有种种违缘 也有一些苦难吧 但是你真的要越过这些苦难 你深入地发荣入心的话 那以后肯定能弘法尼森的 我想机会应该是有的 尤其是现在这边的一些年轻人也好 这些人好好地 自己的心跟法融为一体 将来应该有更多的一些机会 现在虽然我们有时候 世俗当中的时代也好 社会会有变来变去的 就像春天的天气一样的 包括夏天的天气也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上帝的天气 一会儿太阳特别大 直接说好开心的 一会儿开始下暴雨 然后打泪 过一会儿也是万里无运的 所以我们的整个时代 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 有时候觉得 什么可能机会都没有 连我自己都是不知道 以后变成什么样 但有时候那种机缘也会出现的 这样的话 我们只要在内心当中真正是有一些 包括非常简单的 库乐转位的 转位道用的这些 自己有所境界的话 你一定会把这种道理分享给别人的 你自己都是没什么兴趣的话 那你不一定就给别人分享 即使你分享的话 你自己都没有修 自己在这方面没有去探索的话 对别人也不会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我想以后 可能大家确实这个法很有感觉的话 我觉得虽然我这次穿的这个范围不广 只有这几个人 你看那个都是牧民人 一般这些牧民人 只要把鼻子盖住的话 人都认不到 人的最重要的是 鼻子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鼻子一盖住 一般小偷一定要这个鼻子盖住 鼻子不盖住的话都不行 但是我们有些道友戴口罩的时候 鼻孔露出来的话肯定是不好的 就是戴口罩或不戴口罩 没有什么意思的 所以我现在这个范围不广的 但我想是再过十年 再过二十年 再过多少年的时候 我们这里也是有很多人 把这样的精神也会传到世界各个地方 一定会有这样的机遇吧 那这个时候你看看 非常短暂的苦乐转为 非常简短的苦乐转为道用 如果现在世间人真的得到的话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可能超过多少多少的金钱啊 你一个人给了一百万的话 他会不会买来呢 不一定 他买一辆车 车也是可能一百万也买不到最后的 什么宝马奔驰 什么莱斯老师 更不用说了 就是一般的那个 可能买不到好的车 那如果你把苦乐转为道用 真正是对一个人好好的 他能了解的话 也许他在这一生当中 他这种智慧是一直随身着 一直伴随着他 最后他离开死的时候 也是非常快乐当中离开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不说什么大法 无不大论 虚不等等 像这么一个小的法 如果给别人得到的话 这就是一个精神上的财富 这种财富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说 我想前面也跟大家讲 大家一定要学的时候要认真 我们以前在上师面前 学任何法特别认真 应该可以这么讲吧 那个时候确实条件还是很苦的 我有时候想着想着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正的比现在比较起来的话 都是苦心的 现在我们一会儿没有电的时候 好痛苦啊 那个时候不要说电 我们掃的木材的话 整个拉荣的周围就散散去 踩树牙呀 有时候树牙呀特别适 怎么样也是电的电不然 我有一个 一个叔叔 我的一个叔叔有一次我住在一个泥巴房里面 就是那个什么 泥土房 泥土房是特别 也没有什么 那个时候窗户是什么呢 我们用四个木板加在一起 然后这个是窗户 里面盖着一点塑料 那个里面就有点白光 这个是窗户的 然后我住在这样一个特别破的涂皮房 就是窗户房的时候 有一个我的父亲的哥哥 叔叔 他有一天晚上住在我那里 然后他就看我那个特别艰苦 他人比较 怎么说啊 就是那种可以跟我父亲不同的 就是我父亲是很正面的那种人物 然后他哥哥是非常反面的 他特别反对我出家 然后他就烧火 我烧火的时候怎么样 也是点不然 然后他看着看着 然后他就特别不高兴 就是你本来是可以直接享用这个老师的工资 你跑到这里来这样 你有意义吗 因为他自己有点饿 然后他要吃东西 但是我一直是点不然火 然后他就特别不满的 就是说你这一生当中 是你最大的错误的选择 然后他就给我举了几个例子 当时我跟我的同学 就是什么什么 就是那个人 那个人 他们都是一个月多少钱 就是一个人 过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真的有点酷 但是那个时候 确实是学得应该很深吧 当时觉得是因为这边 世间法方面 觉得什么都没有成功 全部都放下来了 那在出世间法方面 还是应该要努力的 不然的话 好像觉得自己都是特别的失败吧 所以更加的努力 尤其是亲朋好友特别的 那个时候就不像现在 他们还是很反对的 就是很多人都很反对的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有时候需要自己 有一种撤离自己 应该是鼓励自己 一定要学到法 以前汉地去印度的那些高僧大德 真的他们的那种勇敢的精神 我们后人还是很值得佩服的 我都有时候看法尊 灯海 大勇 还有很多的那些 入藏的这些大德们 他们有些是很出名的 有些一点都不出名 但是他回去以后 他在自己的这周围 当然弘法是非常成功的 所以我想不管怎么样 我们学的时候 一定要学得深入踏实 不要一直被各种各样的散乱 没有学到法 那这是不合理的 我们并不是为了 享用快乐而过生活 应该是得到佛法而过生活 这样的话是有意义的 我们吃的 住的 睡的 这些都怎么样都可以 只要是能过得下去的 我觉得是可以的 我们有些人吃的方面 住的方面特别特别的在意 然后跟很多金刚道友天天吵架 这个不满 那个不满 然后真正有意义的这个法 从来都是不贪求的话 那确实有点可惜啊 所以我不知道讲到难去 就现在自己都是转都转不回来 有时候是开车都是很迷路了 然后开了很长时间以后就返回来 所以下面就讲这个 首先是第一个 就是说依靠世俗 使快乐转为道勇 首先因为它有生意和世俗 两个方面 以世俗来转为道勇 快乐也需要转为道勇 我们有些想想 痛苦可以转为道勇 快乐怎么也转为道勇 越快乐也不是很好吗 有什么可转为道勇 快乐最好不要转为道勇 让它快乐吧 但实际上是快乐也需要转为道勇 当我们遇到什么呢 就是快乐 或者说是快乐对境的外缘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自己特别特别的 什么有名声 有财富 健康的身体 特别快乐 就是自身内心当中是特别快乐 或者的话 当我们遇到了一些快乐的对境呢 就外面去刷把子的时候 蓝天白云 什么样的吃的也好 穿的也好 然后自己也觉得自己长得也非常不错 实际上我是应该是最成功的人 都陶醉在这样的美的气氛当中 会有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没有转为道勇 是什么样的过失呢 如果随着他转 没有转为道勇 让你不断地快乐 这样的话 很容易迷失 其实痛苦的时候 我们自己对自己要顾虑啊 我一定要 你看遇到痛苦 我一定要坚强 就是这样的 但快乐的时候 自己都特别放纵 放纵以后的话 人很容易堕落 所以说 如果他没有转为道勇 随着快乐而转的话 那么会越来越增长什么 增长傲慢啊 增长自慢啊 还有懈怠等等 修道的障碍 这个的确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觉得 没事 只要快乐的话都不要紧了 但确实是快乐的时候 我们人都往往特别傲慢 然后这个时候 自己觉得自己特别的了不起 卢西法小义 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西方一个很出名的 叫卢西法小义 卢西法小义是一本书 美国那边心理学的学者 他造的 他为什么那么出名的话呢 实际上是 他这个也是快乐转为道勇方面的一个 可以说是从世间的一个案例 他当时是什么呢 斯坦福大学的有一个教授 他就为了研究和誓言 然后他们的里面有好像二十四个学生 二十四个学生 每天都是给他们十五元钱 然后做一个誓言 为其两周的誓言 然后在两周的誓言当中 他是怎么呢 这二十四个人分成两个族 一个族就是囚犯 犯人 一个族就是御经 监狱里面的警察 十二个人是警察 十二个人是囚犯 让他们扮演真正的 囚犯和御经这样的人来做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是比较 可能因为都是学生 都没有什么的 但是经过大概一周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是真正已经变成了 就是这样的 那些愚经的话 把他们大的残破人度 特别暴躁 然后那些囚犯 他最后都是特别自卑 自己伤心脆弱 就是这样的 到最后就没办法为其两周 他中间就收回来了 这说明什么呢 我们这个人 虽然你不是那么伟大的人 但是自己有了钱 有了名声 有了地位的时候 真的自己认为是这样的 我这个道理的话 我是很有感觉的 有时候是我们选一些法行人员当中 你是领导 你是被领导 刚开始的时候 有点不好意思 到一定的时候 哇 我是领导啊 那真的自己 刚才不是有些当囚犯吗 有些当那样的人 我们很多人都是 我们原来在一些佛学的小组当中 你是组长 刚开始好像还可以的 过一段时间 真的你有了地位的时候 人完全都已经变完了 跟以前的他的亲朋好友都不理不睬 让他自己扮演真正的一些 国家领导的那种姿态 这个是很容易的 人一般是当他有了这种名声 有了财富 有了比较好的 庄严的这种声响 那个时候 尤其是在他旁边 有一些什么智慧不高的人 不断地给他吹捧 不断地给他点赞的时候 他自己最后都是得意痒痒 很容易到傲慢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 他就快乐没有转为道友 如果快乐转为道友 我现在一个领导有什么 什么了不起的 我商量还有那么多的 比如说我们有些领导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你得了副课证 副课证的话很厉害的 课证没有来之间 课证来了以后 他讲话的时候就比较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人应该是 陆续发效应的话 你们身边的时间 有时候看看 那么这个当中可以看出我们很多的 社会的现象和一些影子 就是有一些现象 这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修行过程当中 确实容易堕落 或者容易成修道的障碍 《大智度论》当中也讲 若人侥幸自高 自发发水不如 我们以前讲的傲慢的山上 不可能停住功德的水嘛 如果人特别的骄傲自慢 这样的话 这个发的水 不可能融入在人当中 所以应该可以这么讲吧 我们如果自己快乐 不会转为道用的话 那表面上看来什么呢 这个人很成功的 但实际上就是自己在堕落 孟仁波切也是讲过 说我们轮回当中的一切实际上是如梦如幻的 那么富也不要傲慢 然后衰也不要确弱 或者微信 当我们富贵的时候也不要傲慢 这样世间的这些妙语 有什么可了不起的 你应该这样讲 我虽然有一点名善 我虽然有一点钱财 那有什么的 这个没有什么的 我比什么什么世界束缚的钱 还少得多了 我虽然格子高一点 但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我虽然最近稍微好一点 但是在轮回当中是 我今天很好 明天我不一定是很好的 尤其是傲慢的人的话 这种下一辈子 或者是下半生的话 堕落的也有很厉害的人 以前佛经里面有一个比丘 有一个老比丘 老比丘天天都是扫地的 但是他有五百个出家人 五百个出家人当中 他那个老比丘是最可怜的 最可怜的话 他可怜在什么地方呢 大家都倾简他 然后他自己也是特别笨 他念多少遍的话 连一个寄送都背不会 大家都看不起 但后来有一次 国王共生的时候 那个时候佛陀知道 老比丘度化的时间已经到了 这个时候佛陀就显现成一个殊胜 老比丘觉得 这些这么多人亲见我的话 我应该自杀 他就跑到那个湖边去 准备自己调自调 这个时候 殊胜就开始呵斥他 你自己自杀有什么用呢 你应该自己好好地忏悔 你以前假使的时候 你是一个三藏比丘 你为什么现在这样 当时因为很多人 后来他就忏悔以后 实现佛的身相 然后给他传授佛法 后来他就得到这个真谛 得到真谛以后 要求他到王宫去当书座 他说我不敢 这五百个人肯定是看不惯我 佛陀说没事 你给他们讲法 然后五百个比丘到王宫里面的时候 那个老比丘也是跑到上面去坐 那个时候很多人开始又看不去 下面都开始对他不满 但是因为国王在那里 他们都不敢 后来他就传了法 传法的时候 那传法的那种 因为他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果位 最后他传得特别好 他们都没有想到他传得特别好 后来他的弟子里面 很多都已经得成就 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老比丘以前是加斯斯赫斯 他一个很了不起的三藏大师 但是他因为亲见很多人 即生当中变成弟见的 因为他当时传了很多法的原因 即生当中也有他成就的 他这些五百个弟子的话 以前也是好像他的弟子 就是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即生当中的话 也是稍微有一点功德 财富 这样的话 也不要心里特别的开心 其实真的轮回当中的很多的痛苦 也没有什么可靠的 这种痛苦的后面 还是会有快乐的 我们快乐的时候也不要特别的傲慢 当你今天快乐的话 明天可能你身体不好 明天你名声就是没有了 明天你财富没有了 就是变得很快的 就像我们的天气一样的 天气就是万里无云的时候 特别开心啊 今天天气特别好 你不能这样的 一会儿可能是下暴雨 下冰雹有可能的 然后下暴雨的时候 好冷啊 现在怎么办呢 没办法 那不一定 一会儿可能是天气了 生活也是这样的 人生也是这样的 所以应该说是快乐和痛苦的话 我们都不要特别的去在意 这个是这样的 然后下面讲帕达巴尊者也说过 人们往往很容易应对痛苦 应付痛苦 而很难应付得快乐 应付得了快乐 帕达巴尊者的教言很好的 我们自己很努力的话 也许遇到痛苦的时候 我们可能可以对付的 我们也是 有些导人真的是 遇到痛苦的时候特别坚强 那个时候他就更加淡定了 其实真的人遇到痛苦的时候 还是看出来 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有些人是 那个时候马上有智慧了 马上有能力了 也帮助别人了 我们有时候是 平时对他的希望都不是很大的 但是遇到那些时候 有些人可以说是涌现出来 有些人痛苦的时候 他很坚强的 但是遇到快乐的时候 他就撑不住了 因为快乐的时候 自己都很容易迷失方向 你觉得 我现在是一切都很好的 过一段时间 因为苗宇对凡夫人的 余苗对凡夫人的吸引 或者是诱惑特别强 所以有些法师修行的话 以前特别特别苦心的 一旦他有了名声 有了财富 有了别人对他的恭敬 供养的这种各方面的 这样的时候 越来越好 有些法师都是这样的 我以前穿过的一些法师 以前在求兴过程当中 很愿意苦心的 后来带着几个弟子 左边右边 都装着大护肤一样的 然后看了以后 都说 我来了 我在那边红花绿色 还行 中国对我的支持也不错 还是跟以往的话 完全不同的 但是这样 到底真正能不能红花呢 也不好说 就是因为心里面有傲慢 就是有一种自己特别成功的 然后这个是我的大弟子 那个是我的另外一个大施主 他们就好像有科学家跟对话 我也是对 其实他自己一定不懂科学 这样的 这种人还是不知道 到底是真的是应付困难 还是应付痛苦 可能人们真的 以前那个文革期间 有些高僧大德是 那个时候 完全都是可以面对那种痛苦的 但后来政策开放以后 宗教自由 最后有很多人对他的供养 后来还俗 下场也是比较可悲的 在藏地也有这样的案例 所以当我们人 遇到痛苦的时候 有些人也不能对付 不能转为道用 有些人痛苦还可以的 但是快乐确实是不行的 遇到快乐的时候 他最后就堕落了 这种现象应该是有的 其实不随快乐而转的 这种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不随快乐而转的话 这确实是不容易的 所以说我们经过多种途径 来观这些快乐 实际上是无常的 实际上是痛苦的 就是这个真相 而且这样的快乐 通过快乐生起大严厉心 力求消除防疫的这颗心 这个很重要的 通过各种方式吧 就像《中观宝门论》当中 讲所谓的快乐 实际上是痛苦的一种伪装 是分别念的一种假象 《中观宝门论》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嘛 《中观四百论》当中 其实快乐实际上是痛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快乐都是变化的 当它失会的时候 人们都觉得是痛苦的 所以痛苦很多方面吧 或者说当我们快乐的话 这个快乐实际上 也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 因为世间的这些快乐 在思数当中来讲 就像是如幻如梦的 神意当中是毫无所得 应该通过多种途径 将自己的快乐没有什么可靠的 就像《佛本行经》当中也是讲 什么天上人间的世界为不适 天上人间的快乐 实际上我们看着 应该是不适时有的 观世如玉玺 有心皆空无吧 就是说我们应该要知道 世间所有的这些快乐 就像愚者的游戏一样 虽然是有心 但实际上用你的智慧 来观察的时候 全部都是空性的 无有的 没有毫无 连一个 它的名称也是很难以成立的 这种道理我们也应该可以通过 多方面的思维方式来 就是世间人间的这些快乐 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可信赖的 就是这样的话 当你特别快乐的时候 你也觉得这个快乐 并不是特别的值得我们执著的 就是这样的道理也很明白的 应该认识它的真相 甚至对这个快乐而得 世间的有漏这些快乐和这些的话 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特别的去执著的 《处妖经》当中也是讲 时日以国 明则遂见 如少遂欲 似有何乐 就是说我们的这种快乐 实际上应该没有什么可执著的 过了一天一天 实际上我们的生命也是一天一天会减少的 就像有一个赤字里面有一群鱼 它的水慢慢慢慢干了 那么这一群鱼 有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 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当中 过了一天 我又减少了一天 比如说我有三万天 过了一天 我的寿命当中减少了一天 那这样的话 我有什么可傲慢的 关在屠宰场的那些牛 它虽然感觉很快乐的 但是有智慧的人一看 哇 你今天都是虽然快乐的 但是很快的时间当中 你也是保不住名的了 那赤字里面的这些月 它的潜水都已经断了的话 那我们觉得虽然你们这些小月 有来有去觉得很快乐的 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快乐的 因此我们如果动到了 世间的这种优弱的真相 这个时候你也觉得 不会特别的傲慢 也不会特别的把快乐 当作一个非常实有的事情 不会这样的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 这样一来 我们对轮回也产生严密心 然后自己也会好好地修行 也不会那么放荡 散乱 或者说自己特别的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 不会这样的 同时 并且也应该这样思维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应该是这样的 虽然世间当中的所有的快乐 幸福 它的益处是微小的 就是这个世间当中的这些快乐也好 幸福也好 它给我们带来的话 的确利益是不一定到的 也许可能痛苦好一点 还有它这个许多过患也是想念的 就是世间当中的这种快乐 看起来都是好像是很可爱的 就是特别有意义的 但实际上这些快乐 比如说你这个世间当中的财富 金钱带来的快乐 它也带有很多的过患 感情带来的快乐 它也有很多的过患 还有我们的地位也好 或者说是世间当中的任何一个余秒 就是所带来的这种快乐的话 实际上是它确确实实实在它的背后 就是跟这个许多的痛苦 许多的过患都连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因为这样的原因 并不是所有的快乐都要抹杀 就全部抛制老后 也不应该这样的 但是一些快乐也有功德 人世间当中 我们佛教是不多两边的 不是完全的说 人很痛苦的 有些人写的是苦才是人生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应该还有乐 知道吧 应该还有一些快乐 这种说法才是比较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佛陀曾经也是这样说过 因为痛苦失去自由的人 极其难以修菩提的 比如说关在监狱当中也好 或者是疾病产生的人也好 或者是财富 连一个生活费也没有的 那样的人也好 或者是自己六根不圈 五根不圈 这种残疾人也好 凡是失去很多自由的那些人 确实是修行特别特别难 因为他要想真正的修行的话 人家基本的自由 基本的自聚 基本的生活都不具足的话 确实修行也是 有些人是很想修行 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因为工作的原因 因为自身的很多很多的障碍吧 有些人都是其他都要量具足 但是因为自己的可能信心不足 这也是一种没有自由的 可以信不堪能 没有自由的 那这些人来讲佛陀也说过 修行很难的 拥有快乐者极容易修行菩提 特别快乐的 什么吃的也有 穿的也有 心态也是很好的 长得也不错 还有跟人际关系也是很好的 什么都已经具足的 这种快乐的人 他还是修菩提也是很容易的 我们有些修行人 真的也可以这么说吧 连住的房子也没有 吃的也没有 很多条件都没有的话 你都很努力很努力 到最后没办法听得住 最后就哎哟 我这辈子没办法了 太苦了 因为我前世造的业 我太穷了 没办法了 有些真的有这样的 财富方面也是一样的 有些一点自由的权力都是没有的 比别人完全已经控制住了 所以你就去一个道城里面修行的话 可能一个礼拜的家都是没办法得到 所以这种也是可以无自由的人 那么这些人很难修成菩提的 而且反过来说 自己有一定的空间 自己有一定的自由 有这样的人的话 心也是很快乐的 那种人的话 真的还是有修菩提的机会 所以说 我能这般快乐的修行正法 实在是太有福报了 有些人自己也觉得特别满意啊 我这个不管是听课也好 我多少年多少年学习佛法的话 我家里也是特别支持 亲朋好友对我也是特别好 我自己也是有一点积蓄 然后再加上的话 我心心也是比较不错 对谁都不会容易产生邪见 我现在什么都具足 我这个大圆满的大车大悟的话 你还有一天两天的时间 所以自己还是特别觉得 自己应该三宝的加持也好 前世的行善的这种结果也好 自己觉得是非常有意义啊 这样的话确实也是会有什么呢 就是会有这种 会有方便 是吧 所以自己觉得很有福报 实在太有福报了 就是这样 那么此时要尽可能用这种快乐 来得到这个证法 而且修行当中也能生起 持续不断的快乐 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自己前世的福报也好 即生当中还是有修行的机会 因为有了这样的话 以这种快乐 这种快乐并不是 现在很多世间人 虽然有财富 有条件 有各方面的因缘 但是把这种快乐 不会用在正法上 不会用在有意义的弘法力生上面 他可能会用到造业 散乱 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无意义的事情 世间的很多人 虽然有一些快乐 但是这个快乐 他不会做成两性虚幻的 就是做一个更好的徒子 你可能是把这种快乐 带来的这种快乐是来自不易 但是这个快乐现在换成什么呢 就是痛苦的因 这个世间人很多这样的 但我们不应该这样的 应该是把这种快乐 能获得正法 获得正法的话 而且修行当中也生起持续不断的快乐 因为我前世的福报 通过快乐已经获得快乐 我获得快乐以后 我要快乐当中不散乱 还是不要虚度 应该很好的去修行 如果我一直是不好好的修行 自己整天都是处于一种 刚才前面讲的一样 不自由的 或者是自己约束的 这样状态的话 其实你的苦行也好 这种可能世间的这种智慧 都是不能得到的 《佛说行诞》当中也是说过 生疲苦行 其心有吃乱 如果身体一直苦行 没有自由 非常折磨的话 连身心都会扰乱的 那么上不生实质 狂能超诸根 连世间的这种智慧 都是不能生起的 更何况说是出世间的功德 所以我们拥有这般自由 和拥有这般快乐的时候 一定要得到这个法 而且得到法 先从世间的知识开始 然后获得了出世间的 我们的智慧 还有正念等等 这些出世间的诸根 这样的话 以这种方式 使正法和快乐而相互相成 依靠快乐获得正法 因为修正法也将来获得快乐 这两个词可以说 互相都成为一种很好的因 变成了相辅相成 好像有一个佛经里面说 若勒修诸善 得最上快乐 如果我们乐于修诸善 修一切善 得最上乐 最上快乐 因此我们如果 现在我想很多人应该可以这么讲吧 至少有听法的这种机会 学法的机会 这个真的很难得的 我自己是这么想的 一生当中可能自己 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我总认为闻思修行 应该是最大的福报 我们依靠闻思修行的话 应该一次这个因缘的话 将来也是一定会获得这种快乐 获得快乐 因为那个时候 你前面的灯流过也好 你的灯流过的这种因缘的话 将来又拥有什么呢 又拥有信之善法 又可以获得这种快乐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我先造恶业的话 那就一直辗转 在轮回当中受苦 没有什么意义的 所以说 我们拥有快乐的时候 不要太执着 但是这种快乐 一定要用到佛法方面 我们在座的各位 今后每个人的人生的下场是什么样的 很难说的 都是随着大的一种因缘和业力来支配的 但是总的来讲 哪怕是一年当中闻法的机会 哪怕是十个月当中 有闻思修行的机会的话 自己应该觉得 在我的生命当中应该是最有意义的一段 就是最精彩的一段 应该这样来想 因为当你拥有的时候 很多人都确实是当时是不知道的 比如说我们父母见在的时候 你都根本没有感觉 他们好像跟我的父母 但是一旦父母离开的时候 你觉得 那个时候我是很幸福的 一旦我们拥有这种法乐的时候 我们都可能不知道 一旦这种闻思修行的机会没有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觉得 哇 那个时候应该是很快乐的 确实会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拥有这种佛法 快乐的时候 大家应该值得珍惜 当场应该认识到 这一点很重要 否则就像木器当中烧水一样 刚开始的一切最终都当然无存了 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我们有快乐也好 有闻法也好 这样的 但是你没有珍惜 没有把自己的快乐跟正法没有相互相成 你没有不断地行持善法的话 可能刚开始你有一些快乐 但是因为当时你造了恶业 发了恶缘 行为各种不如法 这样的原因 到最后你的快乐 因为你的快乐是前世的一种意义 这个已经用完了 然后你再没有 就像我们充电的话 昨天充的电 今天你再没有充的话 就全部都已经用完了 就没有了 就像我们木器当中烧水的话 到最后木器也没有 水也没有 因为木器烧完了以后 水肯定到了 没有的 最后它的能义所义 全部都没有一样的 我如果没有依靠这种快乐 这个转为道用 没有依靠快乐来行持善法的话 到最后一切的一切都是 不像最初一样的 最初当然无存 我们有些人 修行人确实是刚开始的时候 也特别精进 很努力的 但因为后来可能是依靠一些 其他的外缘吧 有一些可能恶油也好 恶环境也好 或者恶习气 各种各样的话 刚开始是很好的 到最后下场是很悲惨的 我们很不愿意 哪怕是自己修得不是很好 但是在修行当中不要退市 对吧 修行当中以这种状态来 就过自己的一生的话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否则你刚开始的时候 很了不起的行持善法 各方面都是痒痒去做的 但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整个下场特别的可怜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 所以一定要跟正法相应 这个还是要平时的祈祷 平时自己的行为一定会是有关系的 所以得到什么快乐 就需要修行正法相结合 而取得趋数他的事宜 所以我们当你快乐的时候 比如说我去刷把子 然后刷把子就是快乐 快乐的话就心里面想 我今天的快乐 我希望三界众生还有很多需要得到的 我要回向给他们 一定要让他们也得到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但我们简单的一些修法也可以 比如说我今天得到一个好吃的东西 然后我如果能分享的话 这个很好吃 你要不要你再吃一下 这个臭豆腐 我特别喜欢吃 要不要你也尝一尝 就这样 你自己想的时候 不仅是你自己便想 你自己想 还要想到众生 想到如果你有点舍不得的话 有些道友说 我这个舍不得你 但是我观想给你啊 这叫观想吗 我这个是舍不得 但是我还是观想给你啊 你就观想就好了 这个是快乐跟修行正法相结合 快乐真的跟修行正法可以相结合的 你就可以 比如说你今天我特别快乐 然后特别快乐的时候 你把这个快乐 我们一般前辈的大德数字 快乐也不能浪费 痛苦也不能浪费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快乐的话 你没有把修行正法 你快乐的时候 你想 虽然快乐 但是这个是无常的 这个快乐是丧尸三宝赐予我的 这个快乐就是希望很多的众生 如果他们得到的话 这个快乐就不会浪费了 有用了 然后你痛苦的时候也不能浪费 痛苦的话 我现在特别痛苦 然后缘和什么抱怨 或者是怨天诱人 这样的话 你就快乐 痛苦就浪费了 你痛苦的时候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这个是对于学生是对我很好的 也许他背后有悲目 感恩这些悲目 我今天很痛苦的 其实轮回当中有很多的众生也这样痛苦 愿他们遭着获得快乐 比如说别人给我打一阵 打阵的时候 刚开始我有点害怕的时候 哎哟 今天我要接受众生的痛苦的话 打阵的这种痛苦 我还是用上了 没有浪费 所以一般前辈的这些大德的话 不论是你在生活当中 感受痛苦也好 感受快乐的话 都是用上 就是用上 我们世间人的话 痛苦的时候就是 就是这样的 然后快乐的时候 就是这样 除此之外 他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更生的一些修行 修行人应该是不懂的 当他遇到快乐的时候 噢 世间的快乐 如梦如幻的 今天我很快乐的 但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去草地上 沙巴子的时候看到 我都经常往往都是 在草原上漫步的时候 经常看到一些牦牛似的骨头 这些 然后一想的时候 噢 今天我的身体也是这样的 曾经这个牦牛在草原上也是这样做过的 但是到一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 有时候真的产生很深深的 这种严厉心也好 失望无常也好 就这样的话 我的这种快乐 一方面看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人真的有问题 本来很快乐的 怎么是看到一个骨头就悲观呢 可能会这么想的 但实际上修行的话 我觉得修行方式应该是很多的 就是有很多的 快乐的时候也应该跟修行正法相结合 痛苦的时候修行正法相结合 那天不是这样的七种修法吗 那么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观宝满论》的意趣 《中观宝满论》当中 什么香菜今是乐 食财它是乐 享用财富今是当中快乐的 然后不食财富它是当中快乐的 还有什么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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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愿和基督》 《神愿和基督》 《彼等一死愿十故恨修行》 是吧 《中观宝满论》当中 讲这个《神愿》也是很多的 有些《神愿》也变成《神愿》 所以我们很想要修行 所以我们现实当中的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修行的善知识 《中观宝满论》里面还有很多的 我们的快乐和痛苦都结合修行的 这样讲的比较多的 这些都是《中观宝满论》当中的意趣 那么即便快乐 但由于没有认清它 结果不会成为修行正化的岁缘 当我们听法也好 当我们什么的话 我很快乐 如果我们快乐没有认清它 它就不会变成了修行的岁缘 比如说你没有病 非常健康 你有一定的钱财 各方面你很快乐嘛 但你快乐的话 你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个快乐不能浪费 快乐一定用在正法上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 其实快乐也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仍然希望有一个意外的快乐到来 一直忙碌 世间的这种琐事 而这个虚度人生的话 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人一切都是具足了 那么什么都有了 但这个时候还不满足 还要想得到一种快乐 如果别人问你的话 你快不快乐呢 你应该回答说 我现在什么时候你是最快乐 你应该说 我现在是最快乐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拥有一切的拥有都有 就是我有健康的身体 我有正常的心态 我有丰富的这种自具 就每个月都是 最近我发了什么 一千五百块钱 所以我还是可以拥有的 应该很有 然后我还有什么呢 我还有在整个蓝天白云下自由 就怎么样的都有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想 我现在都是不快乐 但是我希望我以后应该很快乐的 就现在实际上大多数是这样的 你快不快乐呢 我现在是不快乐的 但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项目 我现在正在跟某个人做合作 那将来的话我觉得是 按照我现在的将来的这种预算啊 计划 规划 那这样我想肯定是变成了 像转轮网一样的 应该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 但这样一直是患得患失 一直是有一种希望的心态当中 就是虚度人生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别人问你快不快乐的话 就是我要快乐 你有没有一切呢 就是应该拥有一切啊 否则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欲望是无有这种限制的 以前有一个叫做定身王 就是这个什么 什么我如伦王 他是整个三界的所有的财富都已经拥有了 但是到最后的话呢 他就跟第十天一起 然后平起平坐 后来他还是不满足 最后落到人间死了 他也许是一个传说 也许是确实 佛经当中也是有定身王因缘经 佛经里面有 这个因缘经里面就是说是 天与妙珍宝 余者无言足 天上降下了这个珍宝 但是余者是没有满足的 余苦无有乐 慧泽应当之 那么余者的话 他是没有一个满足的时候 所有智慧的人应该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这种身份不一定相同的 每一个人的福报不一定相同的 所以你拥有的是你的福分 对吧 我不算特别富裕的话 说明我的这个因缘 我不是特别富裕的这样的一个人 你应该心里想 我现在已经拥有了一切 你如果长得不是特别好看的话 其实你以为富宝了 已经可以了 应该自己有这样的一种满足性的话 那才是对的 否则的话我们世间人真的是 一直觉得自己要缺什么 一直觉得自己不满足 一直人生当中追求追求 最后追到什么呢 很难说 这是一直忙碌 一直忙碌 一些繁多的琐事当中虚足人生 为了对着这一点 要时时刻刻结合什么呢 就是修行发药 那么一直执着的甘露 所以我们要对着这样的事情 一定要时时刻刻地跟修行妙法 和自己的行为相结合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执着什么 就是执着这个 我们昨天也用《一教经》的一些教证吧 执着执着人有为安乐 这个确实很重要的 以前李延迟大师吧 他说是 人生解脂主 烦恼一时处 我以前也用过吧 人生如果了解脂主的话 那所有的烦恼就一时间当中解除了 我们只要有脂主的心 真的人还是满足很需要的 我现在已经可以了 就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自己有一种 当然西方的有一些经济学家 就是他们认为 我们不能有这个满足感 因满足感的话 你就没办法激发自己的这种潜力 就是你一定要有不断的一种追求 不断的这种下践的 这样的一种奋斗努力的 这样的一种意乐 就是他们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膨胀欲望的一种精神 实际上你再怎么样的话 这个满足我们的欲望是很难的 所以到一定的时候自己还是要自作 但是你要不要奋斗呢 奋斗是可以的 尤其是在一些钱财金钱上面 到一定的时候你再奋斗也是有些是没有用的 就没有用的 所以龙猛菩萨也是说 什么自作呢 就是无财就是正富裕 如果自作的话 即便是世间的有漏财富没有的话 你应该是很快乐的 应该是很富裕的 所以自作真的是一种财富 不管是我昨天讲的 你这个所谓的自作 不一定是金钱上很多方面 包括地位也好 包括世间的各种各样 有过患的这些妙运 最后到一个自己还是满足感 自己对自己 有这样的时候心态自然放松 心态自然放松的话 很多的这种顺缘就分支他了 自然而然来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 就是越来越追求 越来越贫穷 这方面的话 应该是可以很多人的亲身经历 也可以了知这个道理 虽然还有依靠一念三宝的恩德 还有修行菩提心的教言 来使快乐转为道用的 其他方法比较多的 意思就是说还有其他 我们这个快乐转为道用的话 比如说依靠三宝的恩德 我今天所有的这种快乐 上师三宝的对我自己的席地 对我的加持 我好快乐 念寒冷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温热的眼光 然后炽热的时候 获得一个凉快的风 这些也是依靠上师三宝的加持 这种快乐转为道用 用一种感恩性来转为道用的方法也有 还有一些菩提心的教言 菩提心的教言 因为修菩提心的原因 自己相续当中获得了一点一滴的快乐的时候 这就是我一定要赐给众生 我一定要利众生 那么菩提心的教言 一般自己拥有的这些快乐 全部都赐予给所有的众生 感恩三宝的话 我拥有的这些快乐 要汇报给三宝 这是三宝给我赐予的 这种也是实际上是快乐转为道用的另一种方法 我们刚才讲是快乐转为道用的话 跟修行结合 当然修行结合的话 跟痛苦转为道用的方式比较相同的 就是我们不能傲慢 就是痛苦的本性 什么快乐的本性是痛苦的 快乐的本性是无常的 快乐的本性是空性的 就是痛苦空无我来观修 这里面主要讲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快乐就不会傲慢的 我快乐有什么傲慢的 你今天快乐明天不一定快乐 你所谓的快乐都是虚名而已的 所谓的快乐也许是痛苦的因等等 这样的时候我们不会傲慢的 所以这本书里面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 当然还有通过感恩三宝 还有菩提心 还有高僧大德的其他的一些教言 快乐转为道用的方法也是比较多的 但是暂时就讲到这么多吧 丹比尼玛说是他可能有比较忙 不然还比较多的 但再讲这么多 也需要 当然快乐转为道用的话 跟通过转为道用一样的 也一样的 刚开始的时候 就像修断法者远离人群一样的 先到寂静地方去 然后结合寂静进藏 供慢症 积累资粮 供护法 还有念百字明 念金刚萨埗 念金刚萨埗四十万遍等等 急着进藏来修行 就像是如痛苦转为道用一样 这个修法完全是一样的 第二 将生意 就是生意专为道用的方法 跟前面痛苦专为道用的方式来了知 这个跟前面一样的 我们快乐也是在生意当中 通过四遍观察 自生 他生 共生 无因生观察 然后快乐的话 也是连一个他的虚名也不成立的 更何况说是真正的快乐是个本体 在生意当中 确实所谓的快乐是了不可得的 不可思议的一种经济 那这样的话 怎么是个快乐存在吗 昨天我讲 痛苦存不存在 你们都说不存在吗 在生意当中 我担心有些没有学过中观的人 举手就是让他存在 但是昨天还算是可以的 我回去以后想了想 我们有些可能还是学过中观的 不然他认为真的是存在 那这样的话 我们大家都比较尴尬 生意当中存在痛苦的话 那有的人我也不好说 但昨天没有 我相信今天快乐的话 生意当中也是不会有的 连他的虚名也是不存在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对快乐有什么可执着的 生意当中也是不存在的 死度当中快乐也是容易变的 所以我们快乐的时候 也是不要斗意 不要自己觉得说 我很了不起 一直傲晚 那这样的话 真的是可能修行也是不成功的 再加上可能造了很多的恶业 到最后的下场 他都可能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一个修行人的话 当他快乐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淡定 当他痛苦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淡定 但是他最关键的这种修行 利益众生的事情 从来也不会放弃的 这就是真正的修行人 并不是今天因为痛苦的话 一直哇哇地哭 然后哭的时候 他的眼泪都已经变成 比印度洋还多 然后快乐的时候 哇 开心地笑 他的这个笑声的话 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的众生都听到了 第十天都是有点害羞 这个人为什么笑得这么这么的开心呢 然后他们都是吾着耳朵 能不能他停下来 不然他的声音太大了 我都已经受不了了 所以第十天都有时候是有点受不了了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没必要吧 这一会儿乐 一会儿乐都不行 一会儿哭都不行 这种人可能不是很好的修行人 所以人任何时候都是哭和乐 这是比较强烈的感受 在这两个感受出现的时候 自己要淡定的 以修行来转为道用的话 这是最好的 那么后面的话 还有可能有一部分 就跟我们明天讲完